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读书笔记 本期视频继续给大家分享巴菲特的投资组合艺术的下半部分 讲的是巴菲特在投资组合与资产配置上的思路 书接上文来看第五章 第五章讲的是巴菲特的投资策略 巴菲特经常说 计算企业的内在价值 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他的逻辑就是要算出企业全部生命周期内的现金流量 然后再折线到现在 但是企业的业绩并不是固定的 生命周期也不知道 那么巴菲特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他也只是简单的估算 比如1988年他买入可口可乐 当时政府长期债券的利率是9% 巴菲特测算可口可乐的长期增长率是15% 他觉得这个15%的增长率会逐渐降低 所以问题的焦点就在于 到底这种高增长会持续多久 所以分别使用5年 10年 15年分三个周期来计算 看看可口可乐到底价值多少钱 增长15年肯定是价值最高的 增长5年肯定是价值最低的 如果现在的股价 低于增长5年的内在价值 当然就可以买入 而在折线率方面 他也使用比债券收益率高三个点的数值 比如政府债券利率是9% 他就使用12% 这样算出来的估值才足够安全 当然在严格的条件下 可能找不到可以投资的公司 所以巴菲特才会等待那个又慢又好打的球 等出现了再出手 巴菲特出手的时机正好是87年股债之后 所以熊市里算估值才有意义 在牛市和平衡市就别算了 算了也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标的 关于资本成本 巴菲特的公式就是权益比例乘益成本 加上债务比例乘益成本 好比一家公司 资本结构是60%的资产和40%的债务 权益成本是15% 债务利息率是9% 那么加权后 资本成本就是60%乘以15% 加上40%乘以9% 最后得到12.6% 如果一个公司能够赚回15%的资本汇报率 那么公司就增加了经济附加值 它的股票市值就会不断的攀升 这里补充一点 如果债务比例增加 杠杆加大 设计成本在下降 收益在提高 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加杠杆去投资 而巴菲特喜欢的是那些低杠杆公司 或者是无杠杆公司 这些公司未来有更大的潜力 光靠自有资金就能赚很多钱 这个生意比较安全 回报更高 巴菲特公司的内部门槛 是每年需要至少增长15% 这个是它的资本门槛底线 还有ROE净资产回报率达到15% 这两个15%是巴菲特投资的基本保证 这样的公司在任何市场上都是极少数 而且好公司不等于好的股票 好公司也有择时的问题 好公司如果买贵了也照样亏钱 比如可口可乐 如果是在1998年买入 那么拿到2012年 将近15年时间过去了 可能还是在亏钱 这也是巴菲特的与众不同之处 他虽然在可口可乐上赚到过很多钱 但面对15年的挑战 估计也只有巴菲特才能坚持 对于公司的管理 巴菲特会使用三个原则 第一个是理智原则 第二个是坦白原则 第三个是抵制机构强迫命令原则 巴菲特始终认为 如果一个公司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 那么他可以不分红 把赚来的钱都重新再投入其中 例如波克希尔就是这样操作 相反 如果公司没有能力赚到那么多的回报 那么就应该分红 或者对外投资 总之应该对股东的权益负责 不能不赚钱 还把大量的现金留在公司 巴菲特衡量管理能力有几个高招 审查前几年的报告 特别注意管理层对于未来战略的说法 第一步将当时的规划和现在的结果进行比较 看实现了多少 第二步是将之前的战略和现在的战略相比较 看看哪些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 第三步将公司的年度报告和同行业进行比较 会发现一些真知灼见 一个集中投资者 是最适合做管理衡量工作的人 他可以专注去了解公司的现状 追踪公司的年度报告 常年与这些公司打交道 逐渐变成了深度从业者 对于行业会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总之 巴菲特投资的思考顺序是 先选择公司再看管理状况 然后再看业绩 最后才是等待价格 这个逻辑很重要 再来看第六章 第六章讲的是投资中的数学问题 巴菲特酷爱打桥牌 桥牌和投资是相通的 他就是在打桥牌中练就了快速计算的能力 有人问他99乘99等于多少 巴菲特立马回答是9801 这还不算 那个人又问 一百年内一幅油画从250美元涨到了5000万美元 年化收益是多少 巴菲特仍然脱口而出是13% 巴菲特说很简单 250美元到5000万美元 差不多要翻倍17.6次 那么也就是差不多不到6年就翻一倍 今年翻一倍是10% 那么最后结果也就是差不多13% 所以巴菲特显然是有数学天赋的 投资必然要预测 预测背后一定都有概率 而这个概率才是我们仓位变化的依据 投资简单来说就是大概率和反复做 巴菲特说 用亏损概率乘以可能亏损的数量 再用收益概率乘以可能收益的数量 最后用后者减去前者 就是我们一直试图做的方法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 A公司现在股价是18美元 他宣布自己将在6个月内 以30美元的价格卖给B公司 消息发布后 公司的股价迅速拉升到了27美元 假设90%的概率合并成功 那么有90%的概率 股价要上涨3美元 而10%的概率失败了 跌回18美元 也就是下跌9美元 那么按照巴菲特的方法 数学期望就是3乘90% 减去9乘以10% 最后得到1.8美元 就是说这个消息的数学期望 只有1.8美元的收益 接下来巴菲特还要考虑时间跨度 投入27美元 回报1.8美元 预期回报率是6.6% 半年内实现 只好到全年就是13.2% 所以这个风险套利的收益率 其实并不很高 书中又举了些实际的例子 例如富国银行 可口可乐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看看 接下来作者讲了凯利公式 这个来自于赌场的公式 也适用于投资 就是2P-1等于X X是应该押注的资金 P就是获胜的概率 简单来说 就是应该下注的资金 等于两倍的获胜概率 减去1 如果获胜概率有55% 那么两倍就是110% 减去1得到10% 那么应该在赌桌上压10% 如果胜率有70% 就应该压上40%的资金 以此类推 如果有100%的把握 那么当然就应该all in 这里有一个普遍存在的巨大风险 就是错误的估计概率 明明只有60%的获胜机会 却觉得有70%以上的胜算 然后下注过度 解决办法是减半下注 当你觉得有70%的概率 应该下注40% 按照减半下注的原则 最后可以下注20% 这样就给你的投资 加了一个双层保护 赌注减少了50% 但是潜在收益只降低了25% 所以保守下注 带来的惩罚并不严厉 还让性价比增加了 虽然有时候还是会高估 但是综合多次交易 最终会让交易的稳定性明显增加 在投资中使用凯利公式 会帮你在长期投资中 逐渐扩大优势 也逼着你去思考 投资背后的概率问题 其实买保险也是这样 保险公司赚钱 也是在通过数学来计算概率的 芒格说 超级灾难保险和集中投资的思路是相似的 超级灾难很少发生 所以大多数时候都可以获得较大的利润 相当于保费是排拿的 所以在超级灾难保险中 最可怕的年份不是可能发生灾难 而是肯定发生 所以会在某一年突然遭遇重创 芒菲特也说 我们会时不时地遭遇这种重大损失 但是我们愿意接受这种重大波动 以换取长期优良的业绩 用其他的方法是没办法获得这么好的业绩的 所以这种不定期的波动 就相当于是一种高收益的成本 我宁愿要波浪起伏的15% 也不愿意要四平八稳的12% 下面再来看第七章 投资心理 作者认为金融的决策充满了感情色彩 人们被直觉所左右 越是抽象的东西 大家就越相信直觉 而这个直觉主要来自于其他人的选择 但是在投资市场上这是致命的 所谓其他人恰恰就是对手盘 由于市场是由所有人参与者的集体决策所构成的 所以整个市场就是被人们的心理因素推来拉去 格雷厄姆说过 投资者的头号大敌并不是股票 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就不可能在投资中获利 巴菲特后来解释了格雷厄姆的三代原则 第一个是要把股票看成企业 第二个是安全边际 第三用真正投资者的心态对待股市 就是他的市场先生理论 什么叫做投资者心态呢 说白了就是为上涨和下跌做好心理准备 任何局面的出现都是合理和正常的 市场先生就是个神经病经常抽风 所以我们不要理睬 千万不能跟着他一起抽风 反而可以利用他的情绪波动赚到更多的收益 大部分人在投资中失败是源于人的本能 就是在分析越复杂问题的时候 越喜欢走捷径 所以最后就很容易被误导 被别人所操作 大家都在贪婪末日狂欢的时候 但这个时候 我们的理性会让我们去回归尝试 去看估值 去看资金关系 去看市场情绪到底反不反应利空 一旦情绪全部已经体现在股价上了 未来稍有风吹草动 这些人就会立马跑路 所以我们需要率先防守 降低自己的仓位 过度自信是所有人的缺点 在投资中也是如此 七赔二平一赚 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那赚钱的10% 还看不上市场平均收益 人们最难想象 也最不愿意承认的一件事就是 你并不比一般人更聪明 信心过渡 在投资市场上就造成了交易量过大的现象 更解释了为什么股市总是有巨大的波动 大家的情绪总是会从一个极端过渡到另一个极端 这也叫做反应过渡 诺奖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有一项研究 他根据过去五年的业绩 找到了35种业绩最佳的股票 以及35种业绩最差的股票 然后把它们分别做成组合并持有五年 结果未来有40%的时间里 这些落后者都能战胜领先者 也就是说逆向投资在未来的胜算其实更大 而买市场业绩最好的公司往往赚不到什么钱 因为你能看到业绩好 别人也能看到 所以你买入的时候就已经很贵了 人们需要两倍的正面影响才会抵御负面影响的冲击 每个人都会有趋利避害的想法 躲避损失会让他们在投资中过度保守 但是在一些时刻又会让你毫无道理的抓住亏损股不放 甚至死不认错 行为金融学里面有一个心中账目的概念 指的是人们会随着周围情况的变化 而改变赚钱预期的习惯 例如你突然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 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进去的20美元 你会觉得这20美元是白减的可以随意花掉 但其实这20美元本来就是属于你的 与别的20美元没有任何区别 人的心里就是这样 在完全预期之外的钱就倾向于当作意外惊喜 花起来也就会大手大脚 所以一般股市高涨的时候 是会带动消费增长的 另外大家也更愿意去拿白减的钱去冒险 所以金融心理学因素聚合在一起 反映在你的身上 就是你对风险容忍的程度 也是你对风险的感知程度 风险持受能力都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 一旦股市大幅下挫 各种负面消息 那些激进的投资者也会变得畏首畏脚 相反市场天天上涨 那些保守的投资者也会忍不住诱惑 开始大量购买股票 再来看第八章 第八章说的是市场是一个复杂多变的适应性系统 巴菲特对于预测的立场是很清楚的 不要浪费时间 不管是经济预测 市场预测还是个股预测 巴菲特坚信预测在投资中不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列出了一组数据 经济学家对于利率的预测 物率其高 31次预测错了22次 利率这么简单的事情 预测都会有这么多的错误 更何况是基于预测市场价格了 投资预测为什么难 因为投资市场是人的市场 你的预测甚至会起到市场的反作用 比如有个人预测很准 之前他连着预测对了几次 那么他的下一个预测就会被市场所重视 他预测股市即将见顶 那么可能大家现在就会跑 都想赶在灾难爆发前离开 所以这个人善于预测的能力 反而成为他预测不准的原因 所以预测的本质 就是猜未来大家怎么想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无数人的想法是不可能猜得到的 更别说最后的博弈关系了 投资不是去想市场对于某些信息的反应 而是要想别人看到这些信息之后的想法 甚至有更高层次的投资者 他们要考虑市场普遍产生这种想法后 会出现什么局面 而这些局面会让投资者再做出什么想法 举个例子 比如大灾难之后 保险公司巨亏难道就是利空吗 未必 因为灾难过后 往往大家损失惨重 才会意识到灾难保险的重要性 所以通常都会让投保数量大幅增加 那些没有被这次灾难拖垮的保险公司 将从灾难中受益 这就是不同层次的投资者 想问题的方式截然相反 那么在做法上 自然也就截然相反 最后我们来看本书的最后一章 第九章 创造机球佳基的球员在哪里 作者用棒球来举例子 棒球运动的是要规则 就是要挑选那些好打的球击打 但是根据统计 棒球运动的得分逐年下降 最高的得分记录是1941年的406分 之后就再也无人打出这个记录 有人说是击球手的水平退步了 也有专家则认为是整体的防守能力提高了 作者认为其实投资也是如此 专业机构中高于平均业绩的人越来越少 这些投资管理人员不断提升的结果 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改进投资技巧 几位大师打破业绩记录的概率也随着降低了 而巴菲特就像那个棒球记录的保持着 他的最佳战绩永远停留在了60至70年代 进入80年代之后 随着巴菲特的体量越来越大 他的战绩开始趋近于平庸 原因也是因为他的策略所决定的 巴菲特体量小的时候 他可以重仓吃下几家公司 也可以让可可可乐占他持仓的30% 但是当他掌管万亿美元的时候 已经不可能做到集中投资了 所以随着他买入的公司越多 他的表现也就越趋近于指数 所以也只有在金融危机时期 巴菲特才能展现一下股神的实力 例如现在对于我们普通股民来说 首先要尽量少挥棒击球 其次要耐心等待那个又慢又好的球出现 这两个忠告是相关的 如果你放任自己去广泛投资 那么通常就无法耐心等待 只能遇到那个又慢又好的球的时候 你却已经没钱了 作者讲到投资和投机的关系 投机家是全身心的猜测未来股价 而投资家则集中精力关心潜在资产 格雷厄姆也说过 对于投机并不排斥 市场上投机者总是占一部分 但是他感到十分不安的是 有些投资者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投机的习惯 作者认为 与其在投资与投机的概念问题争论不休 还不如更多的关心一下知识因素 当你有点知识之后 风险将迅速降低 学习对于投资的成败很重要 最初我们赚不到什么钱 但学习会让我们避免很多的坑 随着知识增加 我们基本就把风险控制住了 然后未来就是尽量多的产生收益 在知识低的时候 我们更倾向于投机 但随着知识的增加 投资的意识逐渐加强 最后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 和知识与投资的思想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对于怎么学习 巴菲特和芒格的回答是 学习要靠自己读书 你只能从别人身上学到一些知识 然后融会贯通为己所用 拒绝学习 等于拒绝了别人的经验和试错的教训 读书就是在借鉴别人的经验和理论 形成自己的思考 最后形成自己的行动准则 本书的附录部分 还列出了巴菲特的一些持仓变化 这里就不赘述了 巴菲特的持仓几乎每个季度都会公布 而且变化不太大 有些公司他已经持有了几十年 但是何少有人愿意复制他的投资组合 也许之所以没人学 是因为没有人想慢慢变富 所以相比巴菲特公开的持仓组合 以及他的选股策略来说 慢慢变富才是他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好了本书的全部内容就此结束了 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获 感谢您的耐心收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